落膏火粒製造过程完全机械化 铸模偏差只会在0.002mm以来 铸模过程中 塑胶原料需加热至232度 等它变到好像面团的硬度 就将塑胶团注入铸模内 再视乎物料而定 加压到25至150吨 等7秒钟 被胶料冷却 落膏火粒就是这样完成的了 感谢观看